不得了 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想 我觉得你现在是时候 该想一想 我们两个人 什么时候该跟我上了 真实的生活了 我们在一起不真实吗 可是我们早晚 有一天要面临柴米油盐 这样就成了什么 你不要 太枯燥 太误区了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可是我们早晚得落地了 你想怎么落地啊 好 不要拿出来 你让他们赶紧停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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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害怕 我想你求婚了 我是发演在大厅广众住下 做那种事情 幸好你不是这种人 幸好你不是这种人 我也一直在她身边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你一何事 我仿佛看见远处 你不是很会吗 我仿佛看见远处 拼命地唱着苦涩的歌 我仿佛看见远处 也没那么厌佛看见远处 我以为你会懂 我忘不掉 又怎么能忘掉 我当你 你的心跳 已留下记号 我 知道 再也没有谁 让我想 轻轻地拥抱 这是陈娇蕊让我给你的 他的诊断报告书 从今以后 这件事情 我不会再提出任何意见了 就说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孩子需要一个妈妈 你等一下 你想到了吗 我对我妈都没什么印象 有什么好想的 我就知道 不准备了 是不准备了 我妈妈 就不是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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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心理咨询记录报告 医生说 我的症状是轻微可控的 完全不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净宝的项目 希望您能重新考虑 开了开了啊 刚才打得不错啊 争许咱得赢一把 你这样 等开局以后 你让打野跟我走 先把篮反了 我赞 你说 去韩国打联赛 不行 我老婆会生了 去多少时间啊 去啊 当然得去了 你还真想让我去啊 那我一场比赛好几个小时 那中间没法给你打电话 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比赛 就是我们哥几个去那儿随便玩玩 算了吧 不去吧 干吗不去啊 多好的机会 去嘛 那里面有点什么事 我联想不到你怎么办啊 我可能有什么事啊 我在这儿整天都待着 那最近除了产检就是产检啊 再说了 你那个地方吧 不是挺近的吗 两个小时飞机就回来了呀 那两个小时也要出国呀 预产期还早着呢 你就去两周对吧 那这样 比赛一结束呢 我就跟你视频 你有什么事呢 你就提前跟我说 我就赶紧买机票费回来 好吗 好 第一次看你这么紧张啊 我 我不紧张啊 你放心 我爸妈都是知识分子 不会被难递的 你放心 儿子喜欢什么 他们一样也会喜欢什么 他们也会支持我 要不这样吧 你就当是去见两位 年长的老客户 怎么能当是客户呢 又不是做生意 又不是做生意 你还是别说话了 你越说话越乱 我这是人生第一次见家长 那是我的荣幸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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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外卖到了 来喽 陈总 我处理溜达了 你们聊啊 来 我衣服好像有点脏啊 我要回去换一下 没有啊 挺好的 不是 很明显啊 我要回家换衣服 这衣服不好看 不用那么紧张 今天已经很完美了 真的 特别好 我不会管你 心脏有点不舒服 要不要陪你去医院 这样吧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就跟她说今天就不去了 是不是等你好了 就跟咱们见面 好吗 好好好 对吧 我现在在陪众里面下 这两个时间就会 好 你买了 对 那这天跟您好一点时间 对 好 就算那点了 好 你坐吧 上次的检测报告 不知道颜值有没有给你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没必要给我看这些 上次约你出来 主要是因为我工作上 出现了一些状况 理查怀疑我有病 想要终止我的项目 我承认 当时我有一些奇迹败坏 所以才对你说出那样的话 我不应该威胁你 其实我也不是针对你 我只是因为工作上 你哪次不是为了工作啊 我还很抱歉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么多的不愉快 我今天来 没有别的意思 我希望你能够撤诉 好 我们来家餐厅都快一万多次了吧 怎么从来都没有点过这个 爆款海鲜饭 是啊 也许是怕跟大家一样流俗 或者说 怕试过爆款之后 会失望的 可能 只是想保留点悬念 那就还是怕失望了 要不要试试 不用了 不用勉强 有点悬念 下次 我一定要赖光 你要赖光 陶统的代谢权 我会还给你 我的精神状况 也会让你定期地了解 所以你不用担心 彤彤会受到伤害 如果你真的担心 想来看彤彤的话 我不会再阻止了 你可能觉得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但是 我还是彤彤的妈妈 并且 我一直在努力学着 怎么做一个好母亲 我给你倒杯水吧 哇 好 我手机找不到了 你能帮我打一个吗 我电话追在桌子上呢 你自己打吧 密码是多少 密码是多少 跟你以前一样 老爸 老婆 老婆 干吗 老婆 回头 老婆 干吗 你别拍我 我没洗脸 天哪 没洗脸都能拍得这么美 那我必须设一个来电显示 不行啊 你我 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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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要去北京出差 我都不上去了 明天不是莫名的事吗 明天要来审吗 对 开庭之后 我就走 你对莫名的事情倒是记得挺清楚啊 也对 她是你的重要伙伴 你干吗 你干吗自问自答 今天 对不起啊 还没关系 对不起啊 我可以等 再来睡吧 晚安 晚安 董灯慧说坏了吗 董灯慧说坏了吗 还不会 她好像比同龄的孩子发育得要晚 你也不用太担心 其实很多孩子 都是到三岁才学会说话的 这些都算是正常的 你好像还跟从前一样 那么乐观 性格这种东西 很难变的 我们现在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话可说 除了聊孩子 别的什么也聊不了 你想听我说什么呀 我走了 我走了 看见师哥没 我刚刚去他办公室转了一圈 他怎么不在啊 他今天二审开庭 今天开庭啊 那希望他一切顺利吧 你说他这奶爸生涯就要开始了 以后我们叫小欣欣 是不是有个小姐姐做伴了呀 一会儿啊 不管对方律师怎么记你 你都不要激动 我知道 虽然说对方可以提供 心理健康报告 但也不能对他之前 互联孩子种种心情进去开拓 你就放心吧 这回咱们一定是万无一失 好 来了 都 Herman 是的 吴 别看了 她是故意带孩子来的 让你看 火锅烧烤啤酒冰淇淋 我们这儿的厨师是不做这些的 我们做的是月子餐 要不就啤酒就一口行不行 开啤酒 师哥 怎么样 官司赢了没有 要不就啤酒就一口行不行 齐律师 这官司怎么样了 你把司机叫来 我要去机场 这时间还来得及 您不是还要去趟月子中心吗 我去了 好 其实晓明这孩子还是挺好的 是啊 过两天那个 我们不是要去参加亲子吗 户外活动吗 那叫她一块儿去吧 妈 童童的眼睛长得不像我 长了一双莫名的眼睛 长大可怎么办 你车速了 我猜到了 可你要想清楚 你要再想振夺抚养权 就没那么容易了 她把童童的探视权还给我了 她把童童的探视权还给我了 这样也好 童童长大了 这小孩子长得确实快啊 变样了 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亲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我确实是个软弱的人 那次看见童童 在她妈妈的怀里睡得那么香 那么踏实 我怎么忍心把她们分开啊 我怎么忍心把她们分开啊 你对童童的爱 并不软弱 我跟你说啊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孩子不跟她就对了 孩子不跟她就对了 这种忧柔广断的男人 她活该 她为孩子割舍那么多 她那么想要这个孩子 我真的看她心都碎了 不是 你同情她 不同情我是吧 你有什么好同情的 你过得这么好 你知不知道我在她身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和多少精力啊 爱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 这种软弱也不是过错啊 我困了 不要说了 现在在几点啊 你就困了 累了 行吧 你睡吧 好 晚安 晚安 老婆 我这次真没想到 我们碰上的都是弱队 我也没想到吧 我们哥几个佩哥都还挺好 本来我就想过来陪他们一块儿玩玩了 那结果对手太菜了 一个比一个废 我都觉得 这次没准我们能打进三十二枪 真的呀 那太好了 我老公必须是最棒的 那儿相当厉害呀 老婆 我跟你说啊 这帮孩子啊 还是太年轻 也没什么经验 还老跟我这儿臭嘚子 不 那 那你想啊 你老公我那会儿玩游戏的时候 他们还干吗呢 他们还吃奶呢他们 我就是轻衣不出山 那我现在出山了 还有他们什么事啊 这上场一交手 啪啪啪几下全给我干啪去 那得管你老公我叫阿佳希 阿佳希 你还有 哎 老婆 那个 你自己身体怎么样啊 我 挺好的呀 老样子 对 就是这两天吧 星星和他老是踹我 你干什么呀你 是不是太想爸爸了 聪聪呢 别提了 聪聪在他奶奶家呢 他奶奶什么都给他吃 一堆垃圾食品 我说吧 他也不听 老公 你能不能有空的时候 跟你妈说一下啊 别给她吃那些东西啊 老婆 你想了吗 想啊 当然想了 我也想你 嗯 我也想你 对了 老公 我去产检的时候啊 大夫说咱们叫 时间到了 兄弟赛快来 好 回来了 老婆 我得训练了 来来来来 再来 不给你说了啊 那快去吧 那个 我这周末 争取回家陪你吧 好 小佳 师哥 早到了 主任当副院长了 这太好了 什么时候我回去看看他 师哥 我就跟你开门剑山的直说了 主任啊 希望你能回来 你看啊 你是主任一手提拔起来的 你走了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难过 他上了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你平反 回来吧 关键 我现在 师哥 我也特别希望你能回来 你可是我们的科室之魂啊 在我心里 没有人能比你更配得上 儿科医生这个职位 那也是你热爱的事业 对不对 说我接下来说的话吧 可能 说我接下来说的话吧 没那么好听 但我真觉得你现在这个工作 没有什么职业光荣感 说白了就是 没有太大意义 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有使命感的男人 虽然这么说吧 很幼稚啊 但我觉得 你就是 嗯 你还是要的 你要解释我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解释我 善选你 我得解释我 想快咱们 我得解释你 一抵襲你 这个月辈子 哪里 就得抽签 你得解释你 混蛋 你说 你不要地劲 但我真觉得你现在这个工作 没有什么职业光荣感 说白了就是没有太大意义 莫老婆 放萨 我有件事 先跟你商量一下 我这正好有事找你呢 那你先说吧 之前宝貌们不是一直投诉说月子餐难吃吗 我们都换了几个厨师了 我这好不容易请来了一个 得了一堆奖的大厨 他们这还不满意 你说 这是个晨星找啥 这一天到晚 一堆鸡毛蒜皮的事 我真的烦他烦死了 那你跟主厨沟通过吗 我当初求人来的时候 我就说过 只要他愿意来 想怎么着都行 我现在去跟人提要求 这合适吗 你不是个谈判专家吗 要不你去吧 我是儿科大夫 你长得又温柔又耐死 人家肯定不会对你发脾气的 他不会骂你的 哥 我做了预言 要我尝尝 想童童呢 别后悔 你做得没错 童童长大后会感激你的 我没想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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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什么呢 医院叫我回去呢 回去接着做儿科大夫啊 那肯定比这儿挣得少还累啊 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说有什么事 你想我以前 当一名优秀的额科医生 这曾经是我的志愿 那你跟大沫王说了吗 没呢 我自己还没想清楚呢 你对孩子的爱 其实到哪儿都一样 小总 小总 不好了 厨房那边打起来了 你快过去看看吧 你现在跟主厨不是很熟吗 你去处理一下 我去开个会 什么玩意儿 怎么了您这是 怎么了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一个老太太跑过来 竟然给我指手画脚的 处理长 处理长 明天消消气啊 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你赶快把你们小总叫来 您跟我说也一样 处理长 到底什么情况 有些妈妈说菜太闲 都回奶了 有个破坏实在忍不了 刚才进来啊 和处理长提了提意见 提提意见 提什么意见 他自己回奶了 还赖到我的菜上来了 我告诉你们 我做的菜一点都不鲜 我做了这么多年菜 没有说是难吃的 我算是看出来的 我就是伺候不起 这帮祖族们 应请高明吧 这 这怎么这么大气息啊 喂 明哥 我下班之后是没什么事 又要我去啊 我不想去 是真的吗 是他亲口跟你说的 是他 那 那行吧 我试试看 好好好 行行行 莫大夫 幸亏有您在啊 说实话 有时候找您 比找萧总管用 别别别 运营的事啊 还是得找萧总 我这是个儿科医生 说实话 大家私底下都说 月子中心离开了您莫大夫 都没法运软了 嗯 行行啊 这首歌就是你的主题曲哦 妈妈现在教你好吗 嗯哼 星星 怎么样 我们再来一次 好吗 都上菜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没关系 比较你还吃的 本来我今天还想换个口味 没点酒吗 算了吧 喝点吧 我特意打车过来的 喝什么 随便 说随便就在找吵架呢 不能说随便 不是 你还喝什么你就点吧 没关系 要两杯红酒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怎么了你 今天状态不对啊 我没事 咱们吃饭吧 工作上有点什么问题了 没有 你吃吧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吃啊 到底怎么了 我 两天没那么睡了 那你干吗来啊 你想出来 我必须得陪你啊 别吃了 赶紧回去睡吧 这没事 服务员 买单 我帮你买单 我来买单吧 你走路不看呢吗 不是 先生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我不是故意的 先生 实在对不起 您衣服脏了 要不我帮你洗一下吧 不用 没事 你去吧 实在不好意思 你怎么了 没事 我没事 我送你回去吧 走 你别送我了 你送我 我还得送你 送来送去的都没意思 没关系 我帮你机会 却还有你 看到我所有 山洋